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英大证券李大肖 今天市场下行16个点,跌幅0.6% 成交5700 个股是跌多涨少了 2500下行 11500是上行 但是涨停板还不小 总有71家,跌停板8家 从涨跌停这个角度上来看 还是有一些热点出现 北上资金的流出只有6个亿 还是一个微幅流出的过程 农林牧鱼、医药又恢复了上行 那么反过来,其实市场通讯电器 设备这些又恢复了下行 这个一天一天轮着来 整个市场的焦点呢 应该是出现了几个大的这个事情 一个是瑞幸咖啡的这个事情 一个是特斯拉 在盘前是大涨 盘着16% 还有几个是美股 美油和布油 今天出现了继续的上行 这个情况还是值得大家非常重视的 昨天双双上行超过20% 盘中更是大涨 远超20% 那么今天继续上行 这么一个油价的这个情况 得到了一个改善之后 那么整个影响市场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层面 石油这个因素就有可能会得到缓解 从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负面的这个作用呢 开始影响这个市场开始减缓 这个我觉得是蛮重要的 那么油价 还有这个整个11年以来的泡沫 还有新冠疫情 这三大因素 是一个影响市场重要的三大原因 当石油这个情况开始好转的话呢 那么也会对整个市场的稳定 会有提供更多的帮助 当然现在还谈不上这个根本性的好转 从需求这个角度 从一个整个经济活动的恢复这个角度 显而易见还是对油价不利的 但是呢如果是这个石油供应国 能够实现这个减产的这个目的之后 这么一个磋商能够实现的话呢 也有利于石油价格的稳定 石油价格的稳定呢 这个应该说对整个全球的经济金融市场 这样的一个稳定 我觉得也是带来一个非常重要的 这么一个帮助的 我们再谈一下这个整个市场的稳定 其实还是对这个战胜疫情是有帮助的 举个一个很小的例子 像这个抗疫的企业IPO和债融资 起码在中国在国内就给予政策的扶持 那么在我们也看到有一些这个生产抗疫物资的企业 也在开足马力在生产 那相应他们的整个的这个表现呢 也是相对好一些 所以从这些角度上来看 其实金融市场的稳定 其实真的是对战胜这个疫情呢 提供了更多的金融支持 我们也看到 终于看到 有一些国家开始这个戴口罩了 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 也有可能吧 对这个疫情的防控 可能会带来一点帮助 虽然这个行动有点晚 但是呢 这个有行动 总比没有行动 没有应对 没有任何应对 我觉得要好一些 任何这个一个东西的防范 其实应对的举措 要大于那个事情的严重性 我觉得这样才能够很好的应对 如果是永远都小于这个事情的严重性的话呢 那往往是应对不充分了 这个对更好的防控呢 应该是 是没有很好的帮助 那么当这些 认识逐渐逐渐提升 这个防控措施逐渐到位 更为重要的是 是医疗这样的一个能力 还有医疗救助的这种物品 设备能跟上 这个对防控工作更为重要一些 所以我们看到像珠三角地区的这个工业企业 在开竹马力的供应医疗设备和防疫物资 还有其他的省市的一些这个抗疫物资 也在大量的开竹马力的盛产 我觉得最后还有运输方面 可能还得要供应上 这些呢都对抗疫工作呢 是正面的 帮助 帮助 帮助